嗨,我是宝可梦 欢迎回到我们的频道 今天要来跟大家聊的主题 你看一下画面你就知道了 我们要聊的是玉山银行新推出来的数位e卡 这个数位e卡非常特别 它没有实体的卡面 所以一切都是要透过手机 然后线上申请这样子 或者是通过网路 今天要来跟大家聊的就是 这张卡片的三个主要的优惠 第一个是绿色消费有10%回馈 宠生活5% 轻时尚有3% 到底这个卡片有什么有趣 值得你去了解的 我们今天就要来跟大家说明 除了三个通路要一一解释之外 还有它的刷卡基本回馈 跟新户加码的回馈 都会一并跟大家想 也非常欢迎大家可以点选我们右下角 画面右下角QR Code 手机扫码 就可以上车了 你可以一边收听我们的节目 然后一边的来申请信用卡 绝对有好康在最后等着你 最后也会跟大家分享 我会怎么使用这个卡片 提供你参考 还有官方做的加码 跟宝可梦个人本团做的加码 通通都在这一集节目里面 所以千万千万赶快上车 好吗 进入我们的重点 就要跟大家解析数位一卡 它的基本的优惠 第一个 刚刚讲过了 它是虚拟数位卡 所以它不会有实体的卡片 你只要在网络上申请之后 大概一个小时左右 到两个小时 你就会收到核准的通知 如果你是旧户会比较快 新户的话可能需要等一些时间 那么核准之后呢 你就会收到简讯说 已经可以开通了 那你只要登入这个 玉山wallet这个APP 那么就可以下载 这个卡片的资料 那么就可以把它同步绑到 Apple Pay Google Pay等通路上面 这是很不错的 那再来就是 因为它没有实体卡片 所以你不能够拿卡片去刷 所以只能够绑定 行动支付使用 刚刚讲到的 玉山wallet Apple Pay Google Pay 然后Hami Pay 然后Garmin Pay Fibipay Samsung Pay 都可以 那玉山如果你是旧户的话呢 你可以线上 即时办卡跟绑卡 所以算是 非常非常快速的一个服务 很不错 那这双卡片最大的权益呢 就是指定通路 最高有10%的消费回馈 我已经帮大家算好了 你一个月如果刷2631元 你可以拿到10%回馈 就是263元 那么这个活动 大概有走期10个月左右 所以你可以多入手 2600多块钱的回馈 那再加上5%跟3%的通路 大概 这样子一整个档期走下来 可以拿个三四千块 绝对不是问题 所以我非常建议大家就是 多多理解这个卡片 然后办下来使用 真的不错 那再来跟大家讲的是 这个绿色消费的重点 好 要帮大家抓重点啦 那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画面上 这个左侧 好 我就是在Ubike那边 有拍一张照片 这也代表说 其实绿色消费 绿能消费 就是有10%回馈 包含这个Ubike 2.0的部分啦 好 所以呢 这个绿色10% 应该也是大家最期待的回馈 好 先跟大家讲解 这个活动期间呢 是2022年的5月17号 到2023年的3月31号 总共有10个结账周期 好 那指定绿色消费 最高10%的现金回馈 怎么来的 它基本上就是 0.5% 再加上指定的9.5 好 加起来就是10%回馈 好 基本0.5呢 无上限 那指定的部分呢 就是每个月只能够拿到250啦 好 所以你回退一下呢 大概一个月刷2631元左右 会到这个天花板 好 好 那我们来注意一下 这个指定的通路 因为发现这个指定通路有蛮多的 比如说第一个 这个Ubike 2.0 GoShare Vimo GoGoro电磁支费 然后还有特斯拉跟欧莱德 还有iRent 好 这就是属于这个绿能 好 这个行车的部分 好 那如果你自己本身有在长期Ubike 或者是用这个大众的 这叫什么 运输工具 就是GoShare啊 或者是Vimo等等 大家都很不错 那如果你自己本身有GoGoro的话呢 搭配电磁支费打九折也很好 好 那第二大项呢 是网路消费跟实体消费合并一起的 像李仁 棉花田 圣德科斯跟祖父联盟 这个都是婆婆妈妈买菜 尤其是想要吃一些就是有机蔬菜的话呢 都会在这边选购的 这就不错 那第三个通路叫做杰安特 可能是玉山跟他们有合作 因为玉山的Ubike 其实也都是杰安特那边产出的 所以在杰安特买脚踏车 用这张卡片 有额外的这个10%回馈 然后也不错 所以这是我个人同等起来绿色10%的部分 如果你自己本身有在使用这些通路 那么这张卡片就非常的适合你 再来呢 我们要讲宠生活 这个5%回馈 我帮你抓一下重点了 那宠生活的卡面呢 要特别注意 就是它是绿色的卡面 然后这个浅绿色 这个青苹果绿 那这张卡片申办下来之后呢 在宠物 咖啡 居家通路呢 最高有5%的现金回馈 活动时间是2022年的5月17号 到2023年的3月31号 这个时间呢 要特别注意 5%的回馈呢 它有两个部分构成 第一个是基本的0.5% 那再加上指定的4.5 这个指定的4.5 一样就是 每个月只能拿250 所以你稍微除一下 回退一下 他就发现它的天花板是5556元 所以呢 这个5556元 其实你就可以刷 分布在下面的这三个通路一起使用 但是每个月的刷卡总额 不要超过这个数字 超过这个数字的部分的话呢 回馈率就只剩0.5% 那指定通路有哪些呢 你可以看一下 像Karma 和官网的线上购物 或者是KarmaPay 那路易莎 路易莎这个通路 我觉得蛮有趣的 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实路易莎 他前一阵子 他有推出一些健身房 就是咖啡厅旁边有健身房 那么你在进出这个健身房的时候 你也可以使用 这个这张卡片 数位仪卡 也是有95折的折扣 所以这是蛮特别的 除了喝咖啡之外 没想到健身 居然也有折扣这样子 那星巴克的线上除纸呢 也很好 我稍后会跟大家分享 我都怎么去使用这个优惠 但如果你自己本身 很喜欢喝星巴克的话呢 别忘了把这张卡片 扮下来 然后绑定在星巴克 或者是用Apple Pay 来做除纸 这个是可以拿得到回馈的 那第二大项呢 是指定宠物 比如说东森宠物云 然后还有鱼中鱼跟宠物公园 这三个应该是目前 洋宠物的人 最常去的这种连锁贩售店 那就一定有啦 那第三个是指定居家消费 像IKEA 特立乌 特立乌HOLA 或是迪卡农 跟全银加配这样子 像我自己本身对迪卡农就特别有这个感觉 因为它真的是很便宜 然后内湖那边有一间 我就之前夏天的时候呢 就常去那边买一些 比如说永巨啊 然后出去玩水的时候要用到东西 都蛮便宜的 那搭配这张卡片 不管是用Apple Pay还是Google Pay 都还可以再拿这个5%的回馈回来 我个人觉得就很不错 所以这张卡片呢 是一定要搬下来使用的啦 那最后还有一个全银加配 这个是蛮微妙的 就是全银加配也是在一个 5%的通路里面 但是提醒大家要做登录 这个要到玉山的官网里面去做活动登录 那么有登录到 就可以拿到额外的回馈啦 这个是蛮不错的 那全银加配可以在什么地方消费呢 其实就是全家便利商店 那但是全家便利商店呢 你如果是搭配这张卡片 可不可以除了消费之外 再拿来做缴费 其实是可以缴费的 但是缴费有没有任劣回馈 这个就不知道 那官网是写说没有 但是也欢迎大家一起去实测一下 说不定有回馈 那大家就赚到了这样子 那也提醒大家 就是本团全银加配有在纠团哦 有兴趣的话呢 也欢迎你来加一 好下一个 下一个要讲的是 轻时尚 这个3% 我帮大家抓一下重点 这个是我在板桥车站2楼 就是环球购物中心里面 去吃这个捐豆腐 捐豆腐蛮好吃的 我蛮常去吃的 好 那那个时候呢 其实如果有这张卡片搭配 那其实等于是结账金额再打97折 就还不错 提供大家参考 那这个轻时尚呢 解释一下基本的观念 这个活动期间呢 是2022年的5月17号 到2023年的3月31号 一共有10个月的结账周期 那它的指定百货跟美妆呢 最高有3%的回馈 这3%怎么组成 跟前面一样 基本的0.5%无上限 再加上指定通路的2.5% 每个月可以达到250 对于说250 所以你每一期的加码上限250回推 大概就是一个月可以刷1万块钱 我相信大家在百货公司啊 或者是去这个美妆保养品的这些通路 刷一刷1万块 应该是有可能可以达到的 所以我觉得还算蛮充裕的 那指定通路有哪些呢 比如说SKM配 Happy Gold配 101配 GM配 Breeze配 Q配 跟Elite配 这些呢 都可以绑定这一张 这个数位1卡 然后呢 你就可以刷卡 拿到这个3%的现金回馈 指定美妆也很不错 像唐吉科的松本清 TOMOTS 然后日药本铺 屈城市含线上购物 跟宝雅 宝雅的话呢 就是线上购物跟宝雅配都有 康市美的话呢 线上购物也有 也符合资格 所以喜欢去买开价美妆保养品的朋友 其实这张卡片也可以参考 那再来呢 我们来讲的是 卡片的基本刷卡回馈 那这个我就必须要讲实话了 因为基本的0.5% 真的是蛮逊的 所以这张卡片 我会怎么使用呢 基本上 只有在10% 5%跟3%的通路 我才会拿出来使用 至于基本刷卡 0.5% 那实在太烂了 我宁愿用其他的卡片 我也不要用这张卡片 因为回馈率实在是不怎么 好看 但如果你是玉山新户上车 玉山新户上车的话呢 你可以考虑 因为新户再加码1.5% 算起来就是有2%的现金回馈 好 那就蛮不错的 好 那也提醒大家几个基本的资料 新户的申办期间是 2022年的5月17号 到2022年的12月31号 也就是在年底之前一定要申请了 我确你就是 要办就赶快办 越早办越早 享受这个优惠是好的 那加码的回馈区间呢 是从现在这个时间点 2022年5月17号 到2023年的3月31号 所以你越早申办 就有越多的这个 结账周期的期数 可以去使用 最高有10期 好 所以每一期给你额外的 这个加码1.5%上限是250 每一个月 好 所以回推呢 一个月可以刷16667元 那么你的新护理呢 就可以拿到每个月呢 就是250 最后就是2500的回馈 算是蛮多的 因为除非你是外商银行 不然的话 很少有银行就是 新护理给你一个23000 但是玉山这次蛮佛心 就是设了一个蛮高的 这个回馈给你 如果你每个月都有固定 要刷1万多 然后都是 无脑刷 想要拿到2%现金回馈 那这张卡片呢 倒是可以参考 再来呢 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会怎么使用这一张卡片 第一个 就是我会绑定在百货配里面 结账直接上3% 这个很简单 就是卡片申请下来之后呢 就是有卡号码 那这个卡号在玉山窝里 那边拿到之后 就一一的进去 我常使用的百货公司的 这些配里面 然后把这个信用卡的资讯 绑定成功 那以后要刷卡的时候 就直接出示扫码就好了 像我很常去的就是环球嘛 环球的话就是GM配 那金站有时候会去 QPay也可以绑一下 那成品也很常去 所以ElitePay也可以绑 所以这个都算是一个 蛮不错的使用方式 只要绑定之后 以后要刷卡 就直接扫码就好 就不用再去 东翻西澡 再东想西想 这算是一个蛮简单的做法 那第二个 好 除值星巴克搭配买一送一 再升5% 我相信大家应该都蛮喜欢喝星巴克 尤其是有买一送一的时候 真的是很疯狂 那我教你一招 其实我的做法是这样 就是我会先把这张卡片呢 先绑定在星巴克里面 那结账的时候呢 就是直接九五折嘛 这是一个做法 或者是 你可以趁你每个 因为这张卡片每个月可以刷个大概5000多嘛 所以你就可以先除值 先除值在星巴克里面 以后你用星巴克的除值金来做消费 其实一样都是九五折 这也是一个蛮聪明的做法 好像卡玛或卡玛配 路易莎都可以用类似的方式去做 所以这是提供一个小撇步给大家 第三个 如果你通常就是捷运出来之后 你还是需要搭配Ubike 然后再骑一小段路才会到公司的 非常推荐你就是把这张卡片呢 就是在你的手机里面准备好 那么只要骑Ubike的时候 然后ApplePay感应一下 骑Ubike怎么骑呢 东东都是打九折 然后每个月2600多块钱以内 通通都是10%的回馈 这个就蛮不错的 或者是go share wemo 这个透过ApplePay来扣款什么的 其实都可以拿到回馈 或是狗狗的电子资费 也是可以用类似的做法去操作 那特斯拉可能比较少人有拥有 因为一台蛮贵的 但是如果有的话 你也可以考虑 申办下来扣电子资费 都是省钱的举动 好 那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最重要的 也就是加码 官方有加码 寶口碰有加码 官方怎么加码 立即往下看 官方的加码很简单 它是针对这一次就是6月 还有5月份的这个众所税缴税期间 如果你是新户申请数位依卡 那么你拿这张卡片的卡号来报你的税 它就在送你什么 它在送你500元的全家购物金 活动时间是2022年的5月17号 到2022年的7月3号 新户首次申办御山数位依卡 然后用数位依卡来缴纵索税 不限金额缴一块钱 也可以拿到500元全家购物金 这个就要特别说明 因为大部分的缴税回馈 台湾Pay再搭配八大公股银行的 信用卡或是账户顶多就是给200而已 但是现在居然有这个商业银行 愿意给到就是多了2.5倍 来到500元的回馈 我就很建议这种小资组 你的一年你要缴的众所税 不会超过两三百四五百的 办这张卡片下去等于是100% 全额回馈是很不错的 那如果你是旧户的话呢 我就建议你可能考虑用其他的方式 因为这个是限定新户 那你是新户申请 搭配众所税的玉山官方活动 还可以拿0.2%的现金回馈 跟1270利率 所以这个呢 等于是回馈拿得到 分期也拿得到 就还蛮爽的 那这边再跟大家重整一下 你的新户礼呢 如果你从5月17号开始刷卡 刷到明年的3月31号 每个月都有固定刷到1万6 那么你可以拿到2500元的加码刷卡金 再加上这一次全家的500总计就是3000块的回馈 所以一个新户活动最多给你3000块 也算是蛮有心的 所以新户朋友就推荐你可以就是考虑一下啦 讲完了玉山的 接下来就是本团的加码特案 这个也是蛮难得的 刚刚你有上车的呢 不用担心 任任有资格 很简单 如果你是新户上车的话呢 我们50个人以内新户 我就给你100积分 这100积分可以换小七100元 那么本团新户上车人员越来越多 那跟团满50个人的话呢 我们就再翻一倍 每个人可以拿到 100才22就200嘛 那如果跟团满200人 我们就再翻一倍就变300 再跟团满500人 我们就再翻一倍变400 那满1000人就再翻一倍变500 最高满2000人以上回报 那么本团呢 人人就是拿600 所以这个真的是大亏本 那预算的新户定义就是 你现在申请这张卡片之前的六个月都没有预算卡 那么你就是新户 不然的话你就是旧户啦 说到旧户到底旧户有什么东西呢 旧户的话呢 我们很意思意思 就是你如果申办一张数位一卡 首次申办 我就送你35积分 但如果你两张卡片一起办 我就送你100积分 是不是跟新户里一样好 所以这次真的没有大小眼 就是新户旧户人人都是有回馈的 非常欢迎大家就是 你有预算信用卡 但是还没有这张卡片的 看了这期节目赶快来申请 绝对符合资格 好 那除了一般成员可以拿到最高600之后呢 我们路羊毛又有版呢 翻一倍 最高就是1200 路羊毛基础版最高再翻一倍 就变成是1800 所以越认真跟团的朋友 你可以拿到的奖励就是越多 也欢迎大家多多累积积分 想办法提升自己的会员资格 那这样子你就可以参加未来的活动 都拿到比别人还要多一倍 多两倍的回馈 这个是很不错的 也邀请大家一起来参加 大家一起来挑战看看这样子 好 那我们最后有几个活动规则 还是要特别的去说明 那我一样都有把它整理起来 在我们下面的资讯栏 你也可以看一下我们这边 活动期间就是到9月30号之前 请大家就是要赶快上车 然后9月30号之前完成回报 我们会在6月份的时候呢 先把第一波回报的人 开始依序给1007分 那最后在9月30号 结束之前呢 我们进行统计 最后在10月份 看本团到哪一个集聚 我们就把加码的7分 回馈到你的账上 并且email通知你 那么你就可以来跟宝可梦领奖 每个月月底的时候呢 来兑换 把7分兑换成你要的礼券 600积分就可以换600元的小期商品券 那100元 100积分就可以换小期100元 这是最简单的 那当然还有很多那种点数背书方大的活动 你就可以自己再去挑选 看有没有什么是自己想要的奖品 也可以进行兑换 每个月都可以兑换 所以你一定不会担心换不掉 这样子 座而言不如其而行 赶快来上车吧 只要扫画面上的这个QR Code 或者是我们约翰奖的QR Code 一样都可以上车 那最后总结一下 就是我使用这个玉山数位依卡的一些心得 对于我来讲 我觉得银行要推出10%的卡片 不是那么简单 因为那个绝对是亏本在做的 所以我建议大家可以好好把握 就是新卡上市的命运期 这10个月 10%回馈很好用 这些通路如果你自己有用到的 你就可以赶快搬下来用 但如果不是适合你的卡片 不是适合你的通路 那可能它就不是一张适合你的卡片 说真的是这样子 所以你还是要依据你自己自身的需求 来选择卡片使用 但对于我而言的话 我只要共享机车用得到 其实我办下来用绝对是划算的 或者是我在百货公司吃饭的时候 用这张卡片 好说歹说也有个3%5%折扣 那也不错 所以对于我来讲的话 它是有卡有刷有回馈的卡片 那没有任何的门槛就赶快搬下来就好了 对了 只要电子账单 这张卡片一样是免年费 所以话不多说赶快去办吧 我是宝可梦 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 拜拜